好 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串口的另一种应用 就是通过串口 我们实现将printf函数进行重新的印象 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学c远的时候 我们经常用到printf作为打印输出 比如说我们要打印一个结果 比如说the result是多少 比如说是5 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个n就是我们加的结果 比如说n等于5 那么我们输出的时候 我们经常除了输出英文的之外 我们还经常有加这个格式转换符 对不对 如果我们加1% 那么它就输出什么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是15 它就在屏幕上打印什么 打印出15出来了 在屏幕上就会打印15 对吧 这很方便 然后呢 比如说我还要输出它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带小数点的 这个是带小数点的 我还可以输出浮点数 我还可以输出f 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 就有15.2 然后我们再还可以控制这个格式 你比如说我输出是输出5f 对不对 那么这里就可能就是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 那么这个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printf 它有强大的这个格式的支持 还有包括百分n 对不对 表示放行 百分t 表示什么 控 控行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这个printf 我们发现在我们标准库里面 有强大的这个输出的功能 它不但可以输出英文 而且可以输出 后面的这些 这个字符的相应的格式 你比如说还可以输出1% 还可以输出百分什么 百分x 这个16进制的吧 等等 还有输出o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个后面 还有这种格式转换符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非常方便使用 甚至我还可以再输出一些 比如说百分d 我们这里有个其他的一个变量 比如说m加1 比如说另外一个变量m 是不是 好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使得结果非常的明了 你要知道我们在硬件进行调试的时候 我们经常也希望能够输出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 让我们能够看到内部 这个arm工作在什么一个状态 或者它的运行的结果 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 我们要关注arm在运行的过程的一个结果 我们一般都用的什么 要么就用到这个数码管 要么用的点液晶屏 对不对 这个用了这些硬件的输出方式 它进行输出 那么它输出虽然能够输出 但是它这个控制起来非常麻烦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printf输出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就会非常方便 那么怎么做到这一步呢 那我们这里讲一下 我们是希望 arm是没有一个硬件 也没有显示器的 那么arm在工作的时候没有显示器 那printf打印到哪里呢 我们这时候我们联想到这个Lineux系统 我们在学Lineux的时候 这个接触Lineux 我们发现我们用多过一个调整方法 就是用把这个printf输出到什么串口 所以我在这里Cortex的时候我也希望 我也想printf到一个串口里面去 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对这个printf 它的输出的这个内容进行重定项 也是进行重定项 那么这个所谓的重定项定到哪里呢 重定项 那么我有原来的屏幕 因为我们这个arm是没有屏幕的 对不对 没有显示器 那么我们定项在哪里 定项到达这个串口 通信的串口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将这个数据通过串口输出 而串口通过一个串口注手 把它接收下来 就可以 显示我们想要的内容 也就是在我们的个人电脑上 它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串口注手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我通过串口来起到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 能够实时的观察 这个arm工作的一个内部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想做的这一点 那么怎么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改写一些内容 我们要改写什么内容呢 这里主要是改写什么内容 主要改写我们 那么这我们知道这个printf实际上是什么 studio stdl 是一个典型的输入输出的这个利部库里面的也实现了一个printf 那么这个典型的这个利部库里面实现了printf 这个利部库它以支持的一个基础是什么 是一个文件流一个file 这个文件流 那么这文件流里面有有很多底层的驱动函数 其中有一个底层的驱动函数 一个比如说它有什么几人 有一个sys exist 这个系统退出 还有这个sys open 系统打开 文件系统打开 还有一个interfputs 那么interch 还有这些函数 等等 还有一些结构底 那么这些都是它那已生成的一些函数 也说这个整个sys的最底层的一些函数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要修改这个 其实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改造这个 把这个函数改了 把这个函数重新修改了 重定向了 那么下一次printf 那就根据这个定向 重新定向的内容 定到 比如说我定到哪里 我把这个函数重定向定到哪里 是怎么样的一个实现方式 那么这个printf就往哪里发送去了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 我们来将这个函数进行重新修改 就是重新编写 好 我们打开这个main 这个main里面 我们把一些原来的不要的 咱们删掉 咱们没有必要了 删掉它 好 我们重新改写这个函数 我们把它烤过来 进行一个注释 我告诉这个files 那这个函数是干什么用的呢 这个干什么用的 我写一下 这个函数是起到什么 重新的定向的功能 重新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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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c library c 库中的哪个库 stdl这个库里面的叫做printf 耐以生存的函数 printf这个函数 我把这个函数printf由它输出到一个文件流 它本来是输出到一个文件流 那么我们定向它到哪里去呢 定向它到一个串口里面去 也是串口就是usart里面去 我们这个Codex有三个串口 一二三串口一串口二串口三 那我们这里暂且先定位输出参考一里面去 那么输入的这个数据那就有两个 一个是ch ch 表示我要输出的字符 一个是file file就是我的文件指针 那么我们这个文件指针要不要用 不要用 我不需要你放到这个文件里面 而是我希望你直接放到哪里 放到uart里面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最终是不会去用它的 但是我在这里肯定是要写上 为什么要写上 因为我这个底层file的函数 它的圆形就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圆形 所以我必须要怎么办 原本原样的把它写出来 好 返回来就没有什么返回来 返回就是原值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编写 那么编写怎么办呢 第一个 我们想把这个数据啊 再也不是送到这个file里面去了 还是送哪里去呢 送到窗口里面去 所以我们第一个将 谁去 将谁去送给谁 送给 usarte 送给他 好 送给他之后 他就发送 然后呢 然后就是等待发送完 等待发送完毕 好 然后就 接下来就返回什么 返回ch 好 那么如果我们实现了这样的这个步骤 也说通过调用appput函数之后 那么实际上他就送到的 这个口子里面去了 这个uart 那我们来看怎么实现 那我可以参考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就是我们一个发送程序 这个发送程序送哪个呢 注意这里不是送date 还是送这个 好 等待发送完毕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一个叫做等待发送完毕的一个函数 好 等待发送完毕 OK 这又返回一个research return 看什么ch 就OK了 好 这样写完了 这样写完了之后 我们把printf 输出来 比如说输出一个这个网络地址 就是一个网络地址 就是原先科技的网络地址 那么我们在没有实现这个之前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程序没有实现之前 那我先把它注视掉 编一下没有问题 我们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有rte出来了 我们这个程序执行到这里 好到这里来了 然后再往下执行 再往执行大家会发现 这几个东西没有输出来对不对 这个新的这个这些字符串都没有输出来 那么没有出来 那么到里面找 早也应该是找不到的 你比如说在debug里面有没有 没有 这debug都没有 debugvealer都没有 那就没有出来 没出来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说明我们是什么 没有重印象 重印象 没有重印象的话 那么这个printf一定是打印到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去了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打印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去了 打印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去了 就说我们自然而然找不到这个内容 现在我们把它重新改了 重新改了 也就是printf它底层会调用fpoo材数 而fpoo材数会把这个重新写了一遍 它会把它送到串口1 那么送到串口1 那就相当于这里的语句也是一样的 最后就会在这个有个串口 应该又显示出来 对不对 好 我们再重新对它进行编译 运行一下 我们把这个语句停留在这里 运行一下 把这个语句再执行 大家看一看 现在我们这个3w点 这个net 这个就是我刚刚输出来的 是因为执行了printf这个函数 出来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后面 我们就可以灵活的使用这种printf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优越性的 printf有什么优越性 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实现这个放行 对不对 放行 然后还可以实现什么空一下 你看看我们都可以实现 你看看我们都可以实现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里停 我们在这里 不能停 就在这里停吧 到这里来 再执行一下 大家看到 我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了 没放行了 对不对 啊 除了这里之外 我们还可以实现更多复杂的效果 你比如说我还可以实现什么 很有意思了 就是我还可以实现好几个 那么这个时间里面 比如说我要实现 比如说我要实现 嗯 比如说实现这个data 嗯 不要实现data 我们要实现一个值吧 一个值 比如我想输出一个i值是多少 啊 那么我也可以输出来 嗯 这个i number 这个i value 是 好 空几个 多少呢 嗯 我输出一个百分d出来 啊 这个i值出来 这是一个吧 嗯 我还可以输出他 啊 百分欧出来 对不对 另外一种格式 对吧 啊 我除了这个之后 我还可以输出什么 i 你加i 4 i 乘i 对啊 百分d 然后这里 然后我再来一个百分d 我可以输出很多 好 那么这里就是这个啊 我们这里还可以输出一很杠的这个啊 这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啊 这个分d 给我们带来的优势 我就一直直接停在这里 哎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我的窜口可以用来的吗 可以输出很多种呢 你比如说我输出一个 这个 10这个10进制 这个i等于30 8进制等于36 嗯 然后i加i等于 这个60 i乘i等于9 很900 可以全部输出来 然后这里后面还可以再接着再输出 啊 输出一横 好 这样子这个 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很强大了啊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我们掌握了这种方法之后 我们以后就变得很强大很方便了 而且我们当我们有cover板硬件cover板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可以把它从印象过去 通过硬件cover板与电脑的串口进行连接 直接在电脑的串口注射上就可以 啊 不用液晶啊 也不要那个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状态 发生变化 啊 这就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优越性 啊 好 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啊 讲到这里 大家好好学习这个领会一下这个 这个方法 这个在后面我们将会用到